那如果你想要大家再有一些風味加甜辣醬 甜辣醬加兩大批進去 更好吃 就是會有酸酸甜甜的概念 在烘焙班由志文老師的示範講解下 學員們一步步跟著老師學習做披薩 松山區新住民烘焙班 新隱元屬國籍為中國、越南、泰國、香港、印尼及蒙古的學員 其中來自泰國的楊小姐表示 本身對烘焙有濃厚的興趣與熱忱 也參加過許多坊間的烘焙課程 得知松山區公所今年開辦烘焙班後就立刻報名參加 這次我要非常享受松山區公所 提供紅豆粒拉麵的東西會參加 在這裡我們學到很多 就是有當中面包的東西 在家裡可以做個小朋友吃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次真的是很多性能的朋友 這個課程我上次有參加過類似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學校老師都教得很好 所以在這一次奉陪的話我想再學一下 然後希望從中可以得到什麼 再看有沒有可能變成我的事業 我覺得從學校裡面從老師那邊學到的東西都是非常專業的 比在外面的興趣班可能會更上更高一些 所以我覺得得著很多 松山區區長鄭曹元表示對於學員的烘焙功力感到相當驚喜 能在短時間學習烘焙技巧 揉麵團煮醬汁還要設計食材風味等 可見學員的用心學習與創意潛能 首先恭喜大家就是結業師 對啊 然後聽說抱這個班好像不是容易 要強 要喵強 對啊 所以各位看都知道他們有無限的 所以能夠搶到 而且聽說特朗課講說我們這一班的全勤率還非常高 可見得我們開這個班是很成功的 真的非常恭喜大家 那刚刚有提到说要什么进阶班 什么之类 你们尽量反应没关系 只要我们跟学校这边我们再来研究 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满足大家 那真的非常谢谢那个领导高中 被提供这样的场地 然后跟我们合作 然后让我们新住民有这样子一个空间 可以来这边学习 那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这次的课程更突破往年 共有15位学员获得全勤奖殊荣 松山区区区长郑曹渊 也准备精美礼品 亲自颁证鼓励学员 学员们开心地表示 每周都很期待上课 还能将学到的烘焙美食 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